人类家庭领养小白鼠当儿子 他不仅没被排挤 竟然还和猫成了朋友 今天虎相给大家带来的这部电影叫做 《精灵鼠小弟》 这天一对夫妇来到孤儿院 他们想领养一个孩子 却觉得和老鼠小白十分有缘 于是便把他领养回家 他们还有个儿子叫做乔治 乔治看到小白一脸嫌弃 自己怎么能和老鼠做兄弟 而小白来到家里的第一天 就遭遇了大危机 乔治家还养了一只肥猫 肥猫一见到小白就把他吃进嘴里 晚上他鬼鬼祟祟的进入小白房间 他觉得和老鼠共处一事实在太丢脸了 于是威胁小白 让他不要被其他猫发现 第二天早上 小白在家里的冒险开始了 他被无意间丢进了洗衣机 还好妈妈及时发现了他 但他还是吃下了大量洗衣粉 嘴里还不停吐着泡泡 肥猫的朋友来家里 他看见小白很惊讶 差点把小白吃了 但肥猫告诉他 小白也是这个家里的一员 朋友嘲笑肥猫 竟然和老鼠待在一起 肥猫觉得很丢脸 小白主动接近乔治 想和他一起玩 乔治给他展示自己的玩具车 就在这时 他看见了乔治房间里 有一个未完成的翻船模型 乔治很想参加翻船比赛 但他没有自信 在小白的鼓励下 他完成了模型 比赛开始前 小白想把遥控器拿给乔治 却不小心把遥控器摔在了地上 遥控器被路人踩坏了 小白觉得很懊恼 乔治也很沮丧 正当爸爸试图去帮忙 安慰乔治的时候 比赛开始了 他们一转头 发现小白正驾驶着翻船 在水中全速前进 三赛选手里 有个大眼男孩 喜欢作弊 他为了取得第一的位置 不断撞翻别人的船 当然也不会放过小白 小白船上的翻被他弄坏了 船体很难保持平衡 他只好爬上桅杆 最终在小白的努力下 他第一个冲过终点 大家都没想到他竟然获胜了 乔治很感动 正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家人 这天晚上 他们照了全家福 小白感到很幸福 他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就在这时 一对自称是小白父母的老鼠 找上了门 他们告诉小白 因为小白刚出生时 家里没钱 所以只好抛弃他 但是现在 他们想接他回家 乔治很舍不得 爸爸妈妈也很犹豫 但毕竟他们不能代替亲生父母的作用 所以还是决定把小白还给亲生父母 临走前 乔治把小白最爱的玩具车送给了他 然后他们开着玩具车离开了 小白被带到河边一个破旧的城堡里 这天 孤儿院院长来乔治家 他告诉乔治夫妇 小白的亲生父母 在两年前遭遇意外 不幸离世了 两夫妻这才发现 自己被那两只老鼠骗了 他们赶紧报警 肥猫这时有点慌了 原来他才是幕后主使 两只甲般父母的老鼠觉得小白太善良 于是忍不住告诉小白 是肥猫威胁他们带走小白的 为的就是不让小白 继续在这个家里和他共处一室 没想到小白听见后却很高兴 他属于乔治家 现在自己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去了 而这时 乔治家也在印海报准备找小白 但海报上没有照片 他们想到之前拍过的全家福 那是小白唯一的一张照片 肥猫的野猫朋友们也在商讨对策 他们不能让小白成功回家 于是准备在半路堵住小白 然后把他吃了 小白开着车进入中央公园 但他却迷路了 这时 肥猫的朋友们围住了小白 他赶紧逃离 开着车躲进树林里 他无路可去 掉进了排水沟 却顺着水区找到了家 但此时 一家人都出去找他了 家里空无一人 小白有些失落 这时肥猫走出来 他告诉小白 他走了以后 其他人很高兴 大家晚上都出去玩了 于是肥猫带着他看全家福 小白一看 自己的头像已经被踩走了 他以为家人们都不想再看见自己 于是转头离开 又回到了公园 野猫们再次发现了小白 但肥猫良心发现有些后悔 如果小白死了 乔治一家一定会很伤心 他想阻止这群野猫 就在其他猫想要找到小白 并把他吃了的时候 肥猫发现他躲在树上 而这时 其他猫也发现了 他们想让肥猫把小白扔下来 但肥猫良心发现 带着小白逃走了 他救了小白 并告诉其他猫 小白是自己的家人 小白和肥猫一起努力逃脱了险境 肥猫带着小白回家 熟睡中的乔治一睁眼 竟然看见小白在窗户外 大家都很高兴 小白告诉大家 是肥猫救了自己 经历了这次冒险 肥猫也终于接纳了小白 他们的家终于又完整了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白在自己的努力下 赢得了全家人的喜爱 我们也可以从中明白家庭的意义 以及什么才是真正的家人 如果你的家里也来了一只这样的小老鼠 你会不会选择接纳他呢